第一回的文具店 人生我们要带大家前往苗栗 我们来参观一间独立文具店叫做贡巴 它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开幕的 可以说是一间非常年轻的文具店 所以其实截至目前为止呢 它还没有满意 所以是个贝比呢 没有错 我们就一起来深入地方文具店吧 我们从苗栗火车站出站之后呢 我们往英才夜市那一面的出口来走 出来之后我们沿着英才路往苗栗县政府的方向前进 中间那是可以穿越小巷过去的 但我比较喜欢走大路 我们从英才路走到底左转自制路 再左转到自制路二项 走进去遇到分叉路的时候再左转 就会看到五全街还有贡巴啦 我们先从贡巴的logo开始说起好了 我们可以在店里面的每一项商品背话都看到 它的贡发logo小贴纸 那老板娘说啊这个是贡的古字 看起来就很像是有四只手在一起 那也很像是鹿角啊或者是树枝很开散的感觉 那正好也呼应他们的slogan 要和地方一起贡好发展的感觉 其实还蛮呼应的啊 它的寓意延伸而且很贴切 那在店里面呢也可以到处都看到有写着什么某某某的贡发 这种黄色的小贴纸 那这个是先前他们有举办活动让民众来贴的 那我希望你下次也可以碰上这种可爱的小活动 那我就想在我的笔筒上面贴什么艳俊的贡发 或是什么A女士的贡发之类的这样 应该还不错 接下来我们深入店内可以看到一些MT的纸招带啊 还有像是色剑本帖的信封信纸这一类我们比较常见的经典产品 再来呢还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实验量杯 是一种笔筒的概念啊 那除了一般文具店常见的荧光笔还有色笔之外啊 我觉得在贡发啊它有一块区域非常的特别 是它有非常多充满特色的铅笔和圆珠笔 比方说像是这一种扁原款式的木工铅笔 还有一些带有复古感的圆珠笔 那这一种特色产品啊 它就可以建构出不同文具店的一些特色或是定位 这样子的店呢其实让人忍不住就想要不停留一点啊 对啊不过这一趟比较可惜的是 它现场有那种很可爱的记者笔 不过啊我先前在SKB有进货了一大堆的原子笔 所以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再把这一些可爱的笔带回家 那除了笔类我们再看到这里 还有我们常见的MD以及Noble笔记本 还有像是我这一回购买的 可爱信封以及特色明信片 先来看到这一张是书法字体的勇敢 这样的设计呢结合书法字的古老艺术感 再加入比较简洁现代的牌板的话 整体就变得比较有时尚感啊 对啊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它这边有很 感觉很强壮的勇敢两字 旁边又搭上一个小小的可以 很像是在告诉你说勇敢你可以 没有错 那再来看到这一张它七彩字品先加十分 然后它文青的笔记再加十分 可爱又甜蜜的画再加十分 就是十分到十分到十分 那现场还有很多其他文艺或是简约风格的作品 都是任君挑选 我们继续来挖掘共发的特色和魅力 像是它还有和来本册子合作 这里呢就有自制手工笔记本的课程可以报名参加 我要手刀加入 下次你还不做到啊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店里面的其他区域 在柜台下方啊它设有一整面的贴纸墙 那我这一次呢也是购买了两款迷兜里的手杖贴纸 这可以让你的月季式或者是周季式手杖更加的活泼 那我先前在美好文具市有说我很想买色剑本帖 那这一次我看到的是贴纸版 我买的是招侠之色 那除此之外呢 共发还有和慕田申果合作推出很精美的印章 那刚好我去的那一天呢 慕田申果他们的团队也到现场去直播 我是有用意念隔空来和他们致敬一下 那不只是文具类产品 在现场还有贩售一些精美的小茶点 以及一些日系风格的生活杂货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去参观 总结这一次的文具店访问 就是小巧玲珑 虽然说呢它不是比墨纸燕样样文具都有 但像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特色铅笔啊 还有日系的杂货 它都非常的有风格 而且相当的特别 文具人生晋级文具店 好吗 嗯 好了 嗯 好了 我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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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完这支影片 您也想冲一波共发的话 要记得他们的营业时间是周四到周日哦 如果您对于这一回的影片有任何的疑问或是建议的话 都欢迎在频道或是IG留言告诉我们哦 订阅按赞分享开起小铃铛叮叮叮叮 好我们下一回的文具店人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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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